今天我们一起学习治疗头痛的办法 其实头痛不是一个病 头痛是七个种类的病 首先这里隐藏两个美貌的中间 头痛的时候 还有额头头痛的时候 还有左边偏头痛 右边偏头痛 头顶头痛 还有额头头痛 还有最后一个是软气八糟的 有的时候这边 有的时候那边转来转去的痛 这样一共七种的头痛 都是不一样的原因 还有治疗的方法也是不一样 今天的话我们一起考虑一下 在额头头痛的原因和治疗的方法 有的人的话在额头头痛 或者有的人的话 颈椎的地方很脏 不舒服的感觉 或者有的人的话 两个地方都不舒服 都是额头的地方痛的意思 那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高血压 所以血压高的说 经常额头的地方 颈椎的地方都不舒服 痛脏等等 还有一个根本原因是肾脏 其实血压也是肾脏 密切相关的 血压是心脏和肾脏调整的 所以心脏和肾脏怎么做 可以血压高或者低等等 所以血压高的意思就是肾脏的问题 而且小心人的原理来看的话 肾脏是在哪里呢 对 我们身体的后面 靠近腰椎 铁在腰椎 那意思是 整个头部都是一个人体的话 头部的后面 这边就是有肾脏的反射区 所以后头痛的意思是肾脏的问题 而且后头是整个脊椎连着的地方 所以如果脊椎歪了有问题的话 直接影响到后头 然后痛 所以脊椎也需要看看 而且我们一般很累的话怎么样 大部分都是脊椎不舒服很紧张 对吗 或者这里肩膀的地方很不舒服很硬 这是很累的意思 或者压力很大 那样的时候这边很硬 那后头的地方开始通过颈椎 肩膀 然后到胸部的一般的地方 都是有一个很大的肌肉 就是斜方肌 如果这个肌肉有一点问题的话 当然影响到后头的头痛 那么怎么预防或者治疗呢 首先刚才说 高血压的人容易发生这边的头痛 所以应该要治疗高血压 我们以前已经学过 磁铁来治疗高血压的方法 首先那个方法来治疗一下 还有 以后我们针对治疗高血压的方法 整个方法都一起学习一下吧 还有需要避开过渡的心关系 为什么呢 过渡的心关系的时候 容易影响到肾脏 肾脏变成脆弱或者生病 所以需要避开 那么怎么知道这是过渡的呢 如果心关系以后 你的身体有一点不舒服 感觉不好 那意思是过渡的意思 所以需要小心 避开这样的过渡的心关系 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是 二十几岁的话 两天一次 三十几岁的话 三天一次 四十几岁的话 四天一次 五十几岁的话 五天一次 大概明白吧 大概这样简单可以算 或是现在过渡还是没什么问题 但每个人的体力 还有身体情况都不同 所以刚才说一样 如果心关系以后 正不舒服 或者感觉不好 那这样的话 过渡的意思 还有整个脊椎也密切相关的 所以正确知识就是很重要 还有需要治疗整个脊椎 那正确的知识是什么呢 其实没有正确的知识 一个正确的知识 你这样做一下吧 其实固定没有动 结果怎么样 也是不舒服 所有的知识 没有动的话 都是不舒服 所以我们是动物 最好是继续活动 继续活动 这是对我们身体很好 还有整个脊椎也没什么压力 还有如果这个患者 腰椎或者颈椎有问题的话 需要治疗那个地方 还有一个是需要避开 过度的运动或者脑洞 都是影响到我们的血方肌 还有颈椎 肩膀等等 那这样的地方都不舒服的话 容易发生在户头的头痛 所以避开这样的过度的运动和劳动 那么已经有头痛 怎么治疗呢 首先方学的方法来治疗一下 最快治疗的方法是方学 我们以前已经学过13套的方学的方法 如果忘记的话 再来看一下第68课的内容 好吗 那么主要的方法来怎么治疗呢 首先平衡 好的 长线课堂 今天就讲到这里 你想继续观看这篇针灸课程吗 还有 你想观看大概200篇的针灸课程吗 请通过下面的微信联系我吧 谢谢